好 天气冷嗖嗖的喝杯热饮最暖身了 但是您的暖身热饮首选是什么呢 很多的人都觉得说喝姜茶预寒效果最好 但是有日本节目实测之后发现 姜茶的暖身能力只排在了第三名 而冠军脑则是热巧克力 因为呢 在巧克力当中含有可可多酸 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 饮用之后 暖身的效果可以长达将近一个小时 天气冷嗖嗖除了把自己穿保暖 来被热饮寒风中暖胃也暖心 大家的首选是什么呢 可可呀 就很温暖 拿铁 汤就买得到 可可吧 比较容易容易得到 还有热奶茶那些 民众选择五花八门多半以好买好取得为首选 只是喝下肚这暖度能持续多久 日本节目实测六款常见的暖身热饮 包括咖啡 红茶 绿茶 巧克力姜茶 还有干酒 比较他们的预寒效果 试验后发现热巧克力占据第一 饮用后暖身效果竟然可以长达一小时 第二名是红茶 暖身效果可以长达52分钟 而大家普遍觉得最暖身的姜茶 竟然只排第三而已 除了可可多半之外 可可脂含量比较丰富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一种脂肪的来源嘛 所以就是热量相对比较高 所以保暖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 精致糖的量都还蛮高的 血糖偏高 或是有些心血管疾病人其实都不见 喝任意暖暖身当然舒服 但也要注意糖分是否摄取过量 不然暖身不成反而成了 身体负担界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屁